第一次 有一种NBA出场的感觉 我们要不要玩点什么 玩点什么 玩点什么呢 小比赛一下 大家不用紧张 其实我年龄 你们也知道 我不是特别大 我们就是 轻松一点沟通就好了 好吧 我希望我是跟他们 像朋友一样的 大约吗 你会作出 小 calculator 你认识吗 我一年 从小过来 没什么 你跟他们 就说 其实 你真没想要 像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 就有机会 老师他说你是他的理想型 他们对你的印象是被你俘获 是不是 希望能够认同我吧 然后我也希望他们不用把我当作老师 就是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的那种心态吧 老师好 老师好 我的天 我们从头吧 好吧 一二三 手插腰然后抬头开腿 一一 头不用扬那么高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是撩头发 三 然后衣服 二 对像扣衣服的感觉一样 二 二三四 五六七八 好难啊 好难 并脚 七 八 七 对然后 三四 一 一 怎么来的 手 一 然后脚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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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热依娜许静 要学的要多练一下 好 还有吕小雨的动作 要稍微控制一下 就比如说 要到位 不要挺住 好 其实我说实话 A班里面 可能有三四个 应该严格 要求的话 不属于A班 其实D班他们的学习能力挺好的 然后我希望你们 努力保持在A 老师我们会努力的 加油 站起来这下也要干净利落 这四发都要特别干净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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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然后下面 1 2 下什么 手按下去之后 然后在起手的同时 脚尖往左边打 然后再 1 2 对 可以稍微看一下吗 可以 好 这一组整体的表情 大家可以学一下 我觉得 尤其是王菊 就是非常的自信 好吧 王菊老师好帅 把一个女生的舞蹈 都能跳得那么好 然后他今天来跟我们上课的时候 就也很认真的 每一个动作 一个一个地教 就不像是一个明星导师了 他就真的是我们的导师了 老师 我知道怎么上去 我不知道怎么下来 手腕绕上去之后 同样的方式 手腕朝前方向转 大 大 对 大大 因为我听他那个拍的是大大大 所以是三个拍 但是他这个只有两个 因为右手稍微比左手稍微快一点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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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前两排跟后两排稍微换一下吧 谢谢老师 五 六 三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三 八 五 六 三 八 举 对 举 对 举 我感觉你自己的风格可能有点太突出了 嗯 我们是组合一个团队 可能要把自己的风格稍微收一点 好的好的 我可以先看一遍吗 好 好的 五个人五个人一排 我先看一遍吧 哦 Hello Hello Hey 请给我舞台 Hello Hello Hey 什么都可爱 Oh Hey Hey Baby 有你我不怕自烂 梦的嘴角未知 因为有你偏爱 有你偏爱 I am the one you love Baby you won't pick me up I just want to pick me up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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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表扬 叫看不到片子 李子萱 你 李子萱是谁 你 这个动作非常干净 然后像丑手还有那个旁边的那位 虽然你们舞蹈功底有 但是我觉得手上 他的手会比你们跳得更干净一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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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 衣服 手 好 是 我 这一次 的精度差距这么大 因为我们没有学 刚教了C班过来 论舞蹈的话 我觉得他们整体实力会比你们强一些 你要多练习了 已经过去一天半了 的时间了 记不住有点 那记不住怎么办 那只能硬练了 多练用身体 肌肉去记忆 我自己认为练多的话 就会产生肌肉记忆 就不要用脑子去伺计 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你就多练多练 然后就肌肉 很轻松的记忆 你就知道这个点 手应该摆在哪 是我的名字 每个我 哪个人就在 对 朱天天 朱天天 没有时间休息 不是我好动得没记住 没记住问了 要多学 多练 哪没有记住 哪里没有记住 不是 就是身体都没僵硬 那没办法 你就要比别人多付出更多的努力 没办法 真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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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朱天天 朱天天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已经知道你自己的实力 跳舞实力跟别人跟不上 但是现在 真的没有哭的时间 你知道吗 我觉得练一生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 你强就是强 你弱就是弱 你弱的话 你没办法 你就要往下掉 我觉得像他这样 而且是在比比较高的一个分数的班级里 没有时间哭 哭不能解决任何事情 怎么办 多问啊 你如果愿意问的话 没有人是不愿意告诉你的 我知道他可能身体条件天生就是那样 但是如果还想保持 或者是再往上进步的话 你真的没有时间 不要哭 不要哭了 你好 不愿意 大家讲一下我的经历吧 我从小 我是一到冬天就比较多病的那种 有一次 突然喘不胀气来 心口特别闷 然后去医院一检查 说是有心肌炎 有心肌炎 有心肌炎 那个医生就建议我不要 剧烈运动 你不知道我特别喜欢舞蹈 当时心里就特别难受 感觉 不行我一定要跳舞 怎么办呢 但医生又不要跳 当时是这个病 一天我打八瓶掉针 然后这差不多之后 病终于好了 然后我就开始从头开始去 整个暑假 我从一点跳到晚上九点 一节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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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 就不嫌累 感觉特别的开心吧 啊 讲完了 不知道该怎么收尾了 收不及吧 加油 弟们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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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加油